每轮塞米老鼠下方的入口处 因为车流量大视线不良 经常发生车祸事故 现员张委会提案建议加设警示灯 而县政府也举办多次会刊 但还是没有进行施作 2月18号举行的第三次会刊 民政处邀请到多位现员一起到场 提供更多面向的建议 希望能够通盘检讨 严理有效改善中列池周边动线的规划 中列池右侧入口位处下坡转弯处 随着新兴路拓宽之后车流量变大 经常发生出入车辆和下坡执行车辆的意外事故 现员张委会提案建议加设警示灯 县政府也举办过多次会刊 但还是没有进行施作 2月18号举行了第三次的会刊 民政处这次邀请到多位的现员一起到场 提供更多面向的建议 所以我们建议应该就是警示的部分再加强 那可能会影响到市县的这些矮林植物 可能是不是有一些修剪 或甚至可能考虑要不要把它去除掉 那另外就是视线被挡住的这个挡土墙 这个斜坡 有没有可能这是评估要把它怎么样的一个去除掉 或怎么样的一个删减往内缩 那这些都是要评估的 但是立即性改善的应该要赶快立刻来处理 我们也会看非常多次了 希望华联县政府能够加快脚步 而不是喊说要来整体规划 那个是旷日费时的事情 我们知道美人山是非常多民众出入运动的一个地方 那出入的时间可能也都在清晨 或者是傍晚的时候 当那个时候的时候 有时候车辆的速度跟行驶的状况 或是车辆的拥挤程度非常非常高 那如果在这里的动线进出口 有民众进来又出去 那相对的斜坡下来的时候 有可能会碰到一些撞击上面的问题 所以我们建议说美人山的动线做整体的规划 那立即性的改善的部分 是按照警察局的部分来做相对的耗制的设置 可以减少事故的发生 做立即性的 当然第一个反观界的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耗制的部分 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灌木修剪的这个部分 当然这是立即性 那我觉得对于美轮山来说 而且现在新兴路的拓宽工程已经接近尾声 那前方的新兴路都已经拓宽完成 那这个美轮山出入口这里属于后段 我想整体性的还是要请县政府来做整个道路 路幅的这个规划 让我们长者在出入美轮山入口的时候 能够更安全 我觉得在交通的部分上 应该本来每一个民众就是要去 自己在行的安全 是要有自我的意识 对啊 所以说在一个危险的路段 本来他就是要比较小心一点 那我觉得还是做一个通盘 所有的一个规划 是比较 而不是这边有问题解决这里 那边有问题解决那里 那个对我觉得还是要全部通盘来 如果可以的话就是进来 出去的话呢我没有动线往这边可以出去的话 因为到这个里面来运动的人 不会同一个时间挤在同一个时间出去 但是那个路会因为上下班的因素 会在巅峰时间的时候会很多人 不论你出去是要往右转或是往左转 都不往那边出去 就是往这边这边动线规划好往这边出去的话 到上智路那山上广庙这边其实也没有 插那个路口插很远 所以他到美轮地区这边走 然后呢这个新兴路也开辟好了 所以他的动向是非常非常的流畅的 有议员建议这个路口要改成只能进不能出 也有议员认为应该要直接封起来禁止出入 有议员也建议要敲除挡土墙和灌木群增加路幅的宽度 也有议员认为现阶段应该先加设警示号式提醒驾驶注意减少事故发生 县府民政处表示将会准议员们的看法进行通盘检讨和规划 全面改善中列池的周边动线 同时也要先加强民众的交通安全观念 提醒运动的民众进出入口要谨慎小心 避免发生车瘍意外 这里也会欢迎视报道